有句话说,五百年风景看北京,五千年风景看山西,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的山西省,拥有数量众多的文物古迹,位于平遥县桥头村的双林寺,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,寺庙以采塑艺术文明于世,与平遥古城墙、镇国寺,一起被誉为平遥三宝。 双林寺早在1965年就被评为审保单位,寺内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2000鱼尊彩素造像,也因此完好保存至今,堪称艺术史上的一大姓氏,天王变狼眼下的四大金刚雕塑,身躯高约三米,造型手法写实,极具立巴山西七盖式的气魄,其英武之计在树杖之外就以咄咄逼人,是家殿是寺庙的主殿之一。 殿内四壁采用浮雕技法,以连环壁塑的形式,表现了佛陀从降生到为普渡众生,而误道成佛,最后涅槃的佛教故事。 与平遥另一处世界遗产镇活寺的主殿壁画相比,双林寺的浮雕泥塑,在整体艺术上,要高出一个档次,罗汉殿内供奉的十八罗汉与真人等高,彩素技巧纯熟,达到了呼之欲出,若闻其声的艺术境界,自古被称为神品,尤其是一尊两点圆征,嘴唇紧闭的亚罗汉, 工匠们将他看到人间不平,却欲言不能地怅然神情,塑造得极为精彩,特别耐人寻味。 千佛殿内的采塑达五百余尊,其中的主相自在观音原名水月观音,他打破佛教清规戒律,依改佛教的传统造型,右腿驱蹲,左脚清踏荷叶,无拘无束,自由自在,尽显流畅的线条和优美的身段,其艺术造诣之高身金人叹为观止。 整个双林寺中最精彩的彩塑,是自在观音,身旁的一尊维陀塑像,他那S型扭动的身姿栩栩如生,非但没有一丝夸张不适,反而像是舞台上舞升的精彩亮相并格,其动作和眼神已达到了出神入化,炉火纯星的地步,被誉为天下第一维陀菩萨。 这尊维陀塑像之所以在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功,是因为其具有动作的连续性和时间的节奏性,能够给观者带来一种微妙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感,从而增强了塑像的活力。 如此高超的创作艺术技巧,在欧洲直到19世纪,才被法国雕塑大师罗丹掌握运用。 1997年,双林寺和平遥古城,镇国寺以一整两寺共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,其彩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誉为真正的,独一无二的珍宝。 然而与人山人海的平遥古城相比,双林寺克说是门井冷落,假如有机会的话,你也不妨来这里走走转转吧。